回味全球乐坛三年的Coco 自从在四年前以首张英文专辑登上世界舞台 扬威奥斯卡殿堂之后 身为华人之光的Coco 更加用心地在第二张英文专辑的制作上 并在新专辑中融入了流行 舞曲 节奏蓝调 嘻哈等音乐类型 此外Coco更将自己的心声转化成词 包括一段刻骨铭心被劈腿的恋情 还有现在沉醉的爱河里的甜蜜等心境写进歌词中 让久违的歌迷有机会更加贴近Coco 性感 火辣 活泼动感的内心世界 此外这次在造型上更突破了Coco以往的尺度 让人眼睛落出火的性感造型 不仅展现较好升等外 也呈现了Coco29岁的首女自信 并成功地将音乐与时尚做了最完美的结合 而精心拍摄的歌曲MV更是火热 暴纹搏纱下引人遐想的肢体动作 再加上傲人的超级电动马达吞 歌甜人美的Coco 势必将再次以她完美的声线 刮起全球那无可匹敌的超动感旋风 好 对我们看了有点目瞪口袋 Coco 嗨 晓妍姐好久不见 晓妍姐好久不见 那这个我想这次大家看Coco的这个新的MTV 但第一个感觉就是说 就是像我刚刚那样 都会一直看下去 不过其实啊 我那天我也在讲 我说Coco的身材 真是很标准的这个 有S型 对 对 很假的 很不容易耶 对对对对对 没有其实就是摆那个post 也会有这个S型的帮助 不可能我们再怎么摆 可能脊椎换扭过来 没有没有没有 刚好其实我的造型师 他希望就是多展现 一个女人的身形这样子 那他觉得以前帮我做过造型 他觉得最可惜就是照片拍到 就是拍到腰 然后往下他 他想看下面他 往下 为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希望这次呢 就摄影师特别这样拍这个形形 因为在里头还有一张 我觉得那个很赞 我觉得这张照片的这个衣服 你看你看 哦 这应该 这应该里面也没有吧 这个对 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 都是要包着这个毛巾的 哦 那所以这件衣服 suppose是不太能够穿走 穿出去 对对 哦 绝对不 不能穿 哈哈哈哈 现在已经都毁了 那个 因为他全部都手支的 哦 真的哦 对对 所以现在都 但是很美 就像 一层薄纱 黏在他的皮肤上 然后该翘的地方就翘 看来没有 该就 哦 赞赞赞赞赞赞赞 我想 呃 可可我有 呃 也不能说三年了 当然这张专辑是有三年了 嗯 但是我翻一下资料 我在上一次访问他的时候是2002年 OK 真的是三年 对 啊 我觉得那一次 妈妈还写了一封信来 所以你还讲说 有的眼泪讲说 我希望我希望 我31岁可以接 哈哈哈哈 33岁可以生个小孩 啊 啊 现在都变了 哈哈哈哈 都千万不要 其实我觉得时间越来越近 而且 看起来越来越像 那么回事哦 呃 我觉得呢 其实一段感情的不能就是 你现在很快乐 那我觉得短短的这个一年不能判断 你以后要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 还是要等 再长一点的时间 让你更认识这个人 才会决定要不要听 他听得懂中文吗 其实我觉得他听得懂广东话的 他 可是他常说 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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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说 他会讲 明山东路 哈哈 原山饭店 哈哈 他很可爱 非常可爱 非常 其实我跟Coco在上次的 南亚正在的时候 我们在香港的几个 呃 晚上一表演的时候 嗯 我好久不见了Coco啊 Coco来的时候 很开心 那当然最开心的 因为 呃 姐姐那次也陪着他 还有 Bruce 是不是 也陪着他 然后呢 我就 站在旁边 我们就等着 看他表演 那个 Coco穿的非常简单 因为大家正在都穿着牛仔裤 可当然 他穿牛仔裤 跟我们就是不一样 哈哈哈哈 其实那天现场 还是有点冷的 Coco一上去的时候 大家就热起来了 而且 我 我就 我在旁边 我就很注意的看 Bruce 看你的眼神 然后 我就在看他 其实他还蛮紧张 就是 有人等着他 他还会这样 哈哈哈哈 没有打他头 诶 走开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他就是很注意的在看你 然后 然后 这个Coco表演完以后 一唱完以后 在上面 哇 还火辣 很火辣 一下来说 就像个小鸟 一人一人一样的 就回到Bruce身边 其实让我看到 其实我挺开心的 我觉得 在 在三年前访问你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还 你还 是渴望 我觉得应该是渴望 有一个真的 真的爱情 真的感情 我觉得这是 女人每个都渴望爱情嘛 那当你找到一个 你真的很喜欢的人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开心 蛮幸福 那 就是希望以后也可以 就是一路顺风 这样子了 哈哈哈 还没讲 用错词了 就是一路 一路 我在想 哈哈哈 现在大家知道 我中文没有很好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像也可以这么说 哈哈哈 就是 在爱情的路上 smooth sale 对对对对对 很顺畅的 其实 对 我在想 其实Coco 从她 从她 进入歌兰 其实我在想 其实Coco 是一个蛮特殊的女孩子 啊 在这我们在想说 其实东方女性 呃 应该比西方女性啊 我看了几个例子 比如像林志玲啊什么 都是到了二十八九岁的时候 是她最美丽的时候 嗯 嗯 right 这样像你做这张专辑 我觉得也是你自己最 最成熟的 因为你 嗯 进入歌兰这么久了 你完全知道自己要表现什么 而且你 不会要隐瞒自己的感觉了 像以前你可能 啊 要唱一些好心情啊 嗯 对不对 比较可爱 活泼一些的 可爱 活泼一些的 在某些时候 呃 虽然是要性感 但是也不能太性感 而且是有一些 比较大众化 我觉得很多歌都是 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商业的 或者是知道 是歌迷喜欢的一种歌 歌曲 那我觉得 这张专辑最大不愿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创作 然后很多的事情 是人家会去隐瞒的 可是我也把它写出来 我的一些 呃 爱情的经验啊 不管是好的坏的 或者就是整个attitude 是you know 是一个女人很坚定 知道自己要什么 要什么 对不对 其实女人到了二十八九岁的时候 应该要很确定自己要手 如果到了这个年龄 还不知道的话 就 就很糟糕 那很多女人 其实结完婚以后才后悔嘛 就不晓得自己要手 对对对对对 对对 其实在这个里头 所以很多人说 扣扣越来越大单啦 扣扣 但是我倒是觉得 你是可以 可以用 比较正面的态度 来面对自己 对不对 面对自己的身体啦 面对自己的表演的方式 我觉得每一个动作 也许有的人看起来觉得 噢 嗯哼 我觉得应该是 噢 怎么做得到 哈哈 我 我真的觉得这张专辑 是让我好好去发挥 很多面人家从来没有看过的Coco 那 那当然是这张专辑是比较 比较性感一些 那其实也是我的一个 一个 Evolution 就好像进化一样的 就好像从以前比较小女孩的那种 小女孩 性感到现在我觉得我长大了 我现在是个女人 我希望展现出来是另外的一种美 那或者另外一种性感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女人都有 她性感的一面 那不管是她讲话 眼神 肢体语言 我觉得这是一个魅力 是一个优点 为什么不能把它展现出来呢 所以 但是 也要有那样的身材呀 哈哈 对不对 也要有这样的 刮子脸啊 所以那天 他们就在讲说 很多人都会拿 某个人的眼睛 某个人的鼻子 希望整形是整成 怎么样 那很多人就说 我希望有Coco的刮子脸 跟Coco的臀部 哈哈 这么好玩哦 对 但是我想你的臀部 是要花满多时间去 练啊 练啊 呃 我真的没有练我的臀部 可是呢 呃 应该怎么说 我觉得很多跳舞的人 屁股都特别漂亮 那是真的 那可能是常常这样跳舞呢 他臀部的肌肉比较结实 就比较翘 比较圆一些 对 或跑步的人 他们也是特别的圆 会吗 对 可是我不跑步啊 哈哈哈哈 不属于那一类的 哈哈哈哈 但是 你看Coco 你看你看 这个这个这个这张 你看他 他躺在那里 你看他的那个S型是真的 真是不一样的 啊 其实哦 我我还在想 在在你一年多以前认识 Bruce 对不对 我还记得你在三年前你说 呃 因为小的时候爸爸走得很早 对对对 妈妈妈妈带了你们 所以也许在你的心里你说 我希望找到一个像 爸爸型的男人 是 但是在看你以往谈恋爱 不管地下情的要好是什么 都是小帅哥啊 或者什么 是是 所以一直会给你 也没有安全的感觉 是 但Bruce大你 16岁 到16岁 对 对 这大的不算小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 其实看不出来 他 因为他很健康 他每天都运动的 他每天都一定会运动 然后他整个思想呢 都是蛮年轻 赶得上潮流 那 新生快乐 快乐 对对对 所以 我就在想 那 所以Bruce也是像你在三年前讲 我希望找到一个比较 其实当然不如说爸爸型 是比较年纪 比较年长一点 对 对对 他思想方面都很成熟 成熟稳定 然后他的分析能力很强 然后呢 最重要就是他给我我的空间 他不会去干涉我的工作 那如果我问他的想法 他才会说他的想法 永远都是站在一个很支持我的角度去说话 我觉得很舒服 因为我觉得男人还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我想很多人都有点占有欲吧 如果说这是这是我的口口 我不喜欢人家看到他这样 对啊 有可能会 会不会 对对对 绝对会的 所以我在想 因为 呃 哇 这真的 哈哈哈哈 这怎么怎么弄 怎么 这急一下就说 哈哈哈哈 急一下每个都有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回家试试看 哈哈哈哈 但是我我我就是在想是因为在在刚开始 他可能很欣赏 噢噢噢噢噢噢噢就是这样子 但是等到他真的是你的男朋友的时候 他可能就希望你多穿一点啦 但是我觉得我看了这张 我听了这张专辑的时候 我发现他完全就给你很多的空间 而且很欣赏你做每一件事情 他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 他不会说 诶我今天他我是男朋友 所以我要很保护他 我不要别人这样看 他不会觉得 他觉得啊 这个专辑整个感觉是 蛮蛮性感跟感性的 所以应该是秀出最 intimate的coco 最性感最感性的一面 所以他很支持 他就会去想 另外一个角度这样子 就是蛮professional的角度去想 所以 这也不简单噢 对啊 所以我就需要找到一个这么成熟 然后 就是情绪很稳定 然后很包容性很大的人 其实我还在想 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 coco的妈妈是非常严厉的 严厉 从小教他们三个女孩子这几个 当然拉拔他们很辛苦 但是妈妈就很爱你们 但是也很严 就是 我记得你们刚刚来台湾的时候 就是 我还有印象男孩子要打电话到你们家 都不行 就是 好像很传统的家庭啊 就是 大家觉得 刚刚是美国回来 我说 No 你们不要随便打电话 但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 他派警察去抓你 要告诉你 真的 所以 当认识Bruce的时候 也 他应该也要通过妈妈呀 姐姐这一关 对不对 你是不太可能 在外面认识好 很久了再带回家给你妈妈看 No 其实我跟 我刚刚认识她的时候 我每一个date都是带我二姐的 每一次碰到她都是带我二姐 然后二姐第一天说 不要啦 我说 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跟我去 然后第二天 不行你一定要跟我去 我不敢 我就是 我还是比较害羞 比较害怕 那我觉得有 有我姐在 我还是感觉比较安心一些 那 再加上我姐给我的 她的想法 觉得她的为人怎么怎么样 那 其实最后大家都觉得她人很好 那再去见我妈的时候呢 我什么都没有怎么讲 就是我妈不知道她做什么生意啊 什么样的人 我就希望我妈 就是看人就是了 直觉 直觉 听她讲话 对我不像影响我妈 对她的感觉 所以我妈呢 其实那天蛮冷的 蛮酷的 不太理她 先开始是不太理她 因为你妈妈想说 这个人大16岁 因为她以前结过婚 又有小孩 我想妈妈一定会用一个比较 再严厉一点点的态度说 对 因为做妈妈都会想说 嗯 那你会说什么原因呢 好我想妈妈一定会 会会 有保护的心态吗 对对对 所以呢我妈妈 所以我在想她怎么过关的 所以没有 那天我很紧张 妈妈这么酷 这么冷啊 我好怕啊 然后最后呢 原来我妈说 她在观察她 然后呢 呃 在这个晚餐的 这 这 close to the end 我妈就很warm 对她 然后这我妈告诉我 她是个心理善良的人 是个好人 然后我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她说 她看 她对我家人 每一个人讲话的态度 都是那种很亲切 然后是很诚恳 想问你好不好 最近在关怀人家 呃 所以我妈就从这些比较小的东西 看得出来她的人 然后就很喜欢 所以妈妈还是很厉害 她很会看人 她很会看人 对 而且是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去看她 所以我想能过得了你妈妈那一关 也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对 因为我看我妈看人很多嘛 那有一些可能是就是为了要得到她 得到我们喜欢 所以就可能 哎呦 你妈妈你好漂亮 好年轻 就是一直可能就说好一大堆好听的话 可是我妈反而不会被那些人欺骗到 她就是看眼神 看她所有一切 她就知道了 不过我们都知道说 以前我们都在讲说 Coco将来交男友一定很难 妈妈那一关怎么过 我们常常讲说这个 这个歌坛有两个很重要的妈妈 有王力宏的妈妈 王力宏的女友也要怎么样过王妈妈这一关 Coco的男友要怎么样过这个李妈妈这一关 但是我倒是那一天看到第一你很开心 而且她 你知道我们演艺人员的另外一半 除了很喜欢你以外 我想很重要还要很喜欢你所有的表演 因为那就是你的一部分 但是有的一些男人很奇怪 他很喜欢你 但不见得喜欢你的表演 对 其实我以前有教过是这样子 他就是不喜欢看到舞台上的我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他就是喜欢私底下的我 所以其实蛮辛苦的 因为你一定要跟一个人就是尊重你的工作 我喜欢你也喜欢你的工作 否则很辛苦很辛苦 可是在讲话当中我一直被一样东西一直想 好让我看一下 我觉得女人一定要看这种东西 这算定情界还是订婚界 定情界 定情界 对 他是怎么拿给你 我觉得女人都很都很 哎 哎 怎么在这 你被想到了 这个就是圣诞节的时候 他送给我 因为其实他有很多女孩子都在追他 那我觉得 等一下 他有很多 嗯 他之前其实一直都很多女生喜欢他 那 因为他人很好啊 他真的是男的喜欢他 女的都喜欢 大家都喜欢他的 那所以呢 我觉得他这个给我是 让我觉得 我不在 就是 I'm the one 就是希望我安心 也不用担心他 就是还在继续寻找 别的女人 别的女人 对 就是定情界 咯就变成 自私兵变成 啊 哈哈哈哈 那天 圣诞节 对不对 对 圣诞节 对 好美丽的圣诞节 所以 在 这张专辑当中 你有一首歌其实是写的是 是 是关于 跟他的感情嘛 对不对 呃 其实我在做这个张还没认识他 嗯 还没认识 可是 Magic Words呢 对 因为Magic Words 不是我写的 可是整张做完之后我觉得还 差一首 差一首 差一首这种很感人的那种慢歌 然后我的呃 其中一个制作人他就说 诶我有一首你要不要听 我听了之后好想哭哦 我知道他不是写我的故事 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在写我 那种的感觉 嗯 所以我就哎好爱这首歌 公司也喜欢这首就唱了 那其实这个歌我唱的时候 差不多是one tick这样去唱的 因为他觉得情绪非常好 可以打好 对 因为我就一直想着我现在的那种心情 就要去唱这首歌 嗯 所以将来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就很有 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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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感觉 对不对 很有感觉 对 比如说在你做这个 张专辑的时候 嗯 你 后来认识他了 你会给他 听没 有 有 有 都给他听 然后看他觉得哪一些比较好 哪一些 所以所有他的意见他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 他觉得这是excellent 然后他希望就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但最最妙的是这里头有一首叫Hutch 好 就是说哈哈哈哈 这首歌在描写有一段期间他跟某人秘密交往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哥哥 嘿嘿嘿 这个这个是你 我觉得这是你最大的突破这样子 很多人很过去就过去了嘛 对不对 不过你很 诚实的面对自己 包括面对Bruce 包括面对所有的人 这个就是我 这也是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 对 呃 我觉得没有什么要隐藏的 我觉得我一直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所以 媒体问我什么 或者主持人问我什么 我都可以回答 然后之后呢回去公司就说 哥哥你不能再来什么都说 对那因为我就 我我其实我觉得很舒服 那所以我就觉得我讲了没什么不行 呃 那当然我我相信有一些事情是应该隐藏的 可是对我来讲 没有无所谓 无所谓 所以呢 反而他们是给我很大的启发 所以我可以在歌词上描写我 那一段的感觉 那一段的感情或者挫折啊 我觉得很很谢谢上天给我那些经验 没有那些经验 我今天没有没有感觉写不了歌 而且我觉得还很重要就是说 如果没有一些的经历啊 可能你看到布鲁斯的时候 会觉得这个人那么大我为什么要跟他交往 对对然后你经历了一些爱情 可能你觉得安全感了 欣赏你了尊重你的空间了工作 这也变成两个人的相处很重要的一边 然后 而且对Coco来讲他的家人是 大套天的最重要 哈哈哈 对不对 是是是 可能如果一个男人给了你的全世界 但是告诉你你必须跟家人分割 可能你就 你给我全世界 我都不要 对 所以 真的我觉得蛮幸运 就是当你找到一个 其实以前的小燕姐 你就跟我说过 三年前你就说 宁愿找到一个好的 真的好的男人 都不要随便就是谈恋爱 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真的 我就是听你的话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找的这个人呢 他人品真的好 其实现在最重要就是 他人要好 个性要好 他没有脾气 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脾气 哇耐性很 非常很patient的人 这是非常难的 因为男人一定有他的脾气嘛 会比较大男人的一面 他是完全没有的 完全没有 他是因为看到你呢 被你 被你制服了呢 没有 他说他也是 从他的经验 以前他 他说以前当然是有脾气啊 就是从他的 经验这样累积回来 就懂得 怎么去处理啊 或者就是人与人之间 应该怎么去相处 我一直在想到说 你妈妈 妈妈对于你们三个女儿 当然到现在都还没嫁了 嫁不出去 不会了 一个一个慢慢来 但是呢 我还记得以前 寇寇讲说 如果我能够赚了钱 我一定要给妈妈买一个大房子 就是 让妈妈过很舒服的日子 我觉得寇寇 一路走过来 一直朝着这个目标 就是等他真的赚了钱 真的给妈妈买了一个 对 很大的房子 然后很豪华的这个家具 这样应该这样讲 其实是妈妈爱怎么用 就是妈妈开心就好 对对 其实我一直都是 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其实我所有 就住在一个名人的旁边 就是应该讲阿娇 阿娇姐对不对 对对对 应该是成龙的这个 这个邻居 对邻居 你想那个地方 比很贵吧 最重要就是 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没有什么需要的 那我觉得我妈就是在 她生了我们之后呢 她的一切都是给我们 所以我觉得我的现在 就是希望可以 给她幸福跟快乐 那她的幸福跟快乐 就是我们在一起 那当然就是 我希望她也住得舒服一点 她想要什么都给她 我真的没有什么需要 就是除了工作上需要的东西 我私底下 我真的是蛮简单的人 蛮简单 对对对 当然爱情也很重要 对 有了其他更多不重要 都重要 这些都重要 最重要就是妈妈开心就好了 妈妈就开心 所以我在想 这个Bruce来的时间 是真的也蛮好 你想正好也是你在工作 很忙很忙的一段的时间当中 比较需要静下来的时候 她出现了 对对对 所以如果说像以前 你那个时候那么的忙 如果就是看到她 你也不可能在香港定下来 或在哪里待超过十天以上的时间 对对我觉得timing很好 缘分 这真的是缘分啊 就是可能要过了三十年之后才认识一个比较好一些的吧 哈哈哈哈 我这样说不行 这样不是 都把以前的那些都说不好 也不是 也不是 就是说 这个缘分 可能我两个人比较合得来 嗯嗯嗯嗯 其实我在听这张真理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这个 Coco是很有想法哦 你在跟每一个人合作的时候啊 其实有一个还只有十八岁 对对对对 哈哈啊 可是因为她这么年轻 你看結束都是最Hot最流行的東西啊 很年輕 很年輕喔 他只有18歲 18歲的小男生 可是他是充滿這個音樂細胞 那他做了很多這些編曲 然後呢 我們從一個編曲呢 可以做曲 因為一個編曲其實很簡單 可是他要啟發你那個旋律的想法 然後我們就常常在Studio 然後唱一直唱一直唱 然後把它錄下來 然後這Playback 這首歌開始變成一首歌 啊 蠻好聽的 好 然後做完之後呢 就給別人聽覺得好不好 然後他們說好的時候 啊 再想 這一次Coco想跟大家說什麼 我要分享什麼 哪一個故事呢 因為我其實很多故事 所以呢就開始想啊 開始寫歌詞這樣子填上去 所以這個 這個你真是花了自己很多的心血 像一個小baby一樣的 啊 對 對 從頭到尾 不管是自己寫的 或者不是自己寫的歌也在裡面嘛 那些我也要去兼顧那個編曲 因為我希望是整體是 都是屬於我的音樂 其實你 大家也許不知道 就是說一首歌的完成啊 是經過很多很多的 很長的時間 對 在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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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直到 如果你看到了MTV 那已經是最後端了 對不對 但是等到衣服穿上去舞蹈 很長的時間啊 對 那舞蹈也是你自己排的嗎 我沒有 然後這次是找一個黑人老師呢 她是從 East Coast紐約那邊飛過來 那她是 幫 TLC啊 Missy Elliott啊 她的專長就是Hip-Hop 那我跟她說 我不想Hip-Hop這個歌 因為我覺得她是蠻Sexy的 應該是展現出 女人那種浮媚 那種有點挑逗性的舞蹈 所以呢 她就編排了這個舞蹈 我覺得蠻有挑戰性 因為呢 這些舞蹈都是蠻新的 對 Jazz 因為 我就說 外國人的舞蹈細胞 跟中國人其實是有點不一樣 他們的 他們的 你看很多黑人在跳舞的時候 就是 就是很有那個 好厲害哦 對對對 但Coco好像 我不知道身體裡頭可能打了一些黑人 哈哈哈哈哈哈 她扭起來 就是 跟那個韵味是一樣的 就是 你是一直要練的 還是說她一教你你就會了 還是 OK 我不想好像自己很自大 可是真的一教就會 可是老師是覺得 有一些人是天生 因為其實我 我 我是Baby的時候 我就 會動 就是跟著節奏就會動 就會動 媽媽告訴我的 然後呢 我小時候就是想 跳舞 我常常都喜歡跳舞 呃 我寧願做個dancer 都不要做歌手 哈哈哈哈 如果是要選擇的話 我喜歡跳舞啊 我到現在 什麼時候聽到快歌都會動 睡覺的時候就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啦 就是我是那種 一聽到快歌就要跳舞 是 所以這個 所以在 這一張裡頭 你可以看到那個 很有節奏的 Coco 你知道嗎 就整張裡頭 不管是慢的也有節奏 而且你裡頭好像還有 適合韓國的 還有適合印度的嗎 是是是 有兩個不同的版本 因為有一次我生日的時候呢 在一個餐館 旁邊的有一群印度女孩子 然後他們都跑過來 說 Oh my god Coco Lily Coco Lily 然後他們說 誒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印度 因為印度很多我的歌迷 我就 蛤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嚇一跳不可能 因為我沒有去過 可是我一直都非常欣賞就是 印度的文化 跟他們的 Music Video 哇很棒 我非常喜歡 他們是天真 他們每部電影裡頭都是 打一打又要唱一唱 講講話又要唱一唱 我很喜歡 所以我覺得 那種文化 我希望如果我在那種文化成長也 也玩不錯了 因為我就喜歡這些嘛 就喜歡跳舞 對 所以呢 我就跟我公司說 希望可以做一個印度的版本 那 可以帶這首歌去印度 我也可以去做宣傳啊 對對對 所以呢 公司就說這是 Good idea 就做了這個版本 那希望可以很快可以去印度做宣傳 所以說起來這個 Coco完全不是這個 光是一張 專輯 其實有點國際性的 所以都要顧到 嗯 對不對 幾乎都要顧到 不過Coco其實我們說他三年不見 其實這次當中他其實當然也沒休息了 就是 談戀愛當然是很重要的 也蠻花時間的 這個當中其實他還拍了部電影啊 對 拍電影其實也是對你自己來講 而且 我有看了那部電影的片段 哈哈 而且你在裡面完全是一個 鄉村姑娘對不對 然後你要去辦很多 呃 那個部是跟真龍啊 一起演的 欸 這對你來講也是一個很奇怪的 嘗試吧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性的 嘗試 嗯 呃 因為這個有難度 所以我要去嘗試 呃 挑戰自己 那這個 呃 角色呢 可以讓我很好發揮 他不只是要漂亮 他也要醜角 扮醜角 要搞笑的 然後他又要讓你感動 然後又要能這個打 就是打功夫 武功 嗯 很全方位的這樣去發展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再加上跟尊龍大哥這樣 對西亞 呃 真龍大哥 我學到很多 對我可以學到很多啊 其實Coco 這這些年真的是啊 呃 我覺得在演藝工作 當然我覺得女人 就像我們講的 女人可能到了某一個年齡 很重要是找到感情生活 不過Coco比別人多了很多 還有很多很珍貴的歌迷啊 嗯 一直藏了你很很久的這些東西啊 我們來來看看好不好 OK 一年來我收集的一些東西 那其實還有很多東西沒辦法放上來 所以今天大概介紹一些比較有 特別比較有紀念性的 那首先看到的就是 就是他第一張英文專輯 全球第一張英文專輯發行的時候 在香港記者會 然後我們到香港去 記者會上就拿到這個 就是向全世界介紹 Coco歷史誰 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時代雜誌 他有上過時代雜誌 的那一頁 他以前早期的一些舊專輯 然後到現在的 呃 SONY時期的一些新專輯 然後再來最新專輯就是 XBO 3月25號發行的 那蠻好聽的 然後接下來看到 他出了兩本寫真 呃早期時代 其實蠻 蠻青澀的 然後就是 從小女孩到後來 呃 越來越成熟出了這張 呃 這本文妮寫真 然後 我們希望他之後可以再出一本啦 我們其實等蠻久的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這邊是 歷年來的一些簡報 其實蠻多的 從早期到現在 OK我大概這樣介紹一下 那最主要是這一本 這一本是 經歷了蠻多歌迷們的 大家 大家就是 互相流傳 然後 把自己的東西放上去 其實就是以前 他以往的一些 他上節目上通告的一些照片 那其實你看他造型很多 就是 其實他造型很多變 一直到這一張他非常的性感 所以 我覺得 大家真的要 然後繼續支持下去 其實 客戶在韓國有非常多的歌迷 那 這個是韓國的歌迷 自己自己製作的 就是 他穿韓國傳統服飾的照片 就是鏡頭可以戴一下 蠻cute的 然後再來比較 大家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 Depius 就是他這眼睛其實蠻漂亮的 然後 那 其實看到 這是在台灣的廣告嘛 比較我們印象比較深刻 那更早期的話 他是有染髮產品 那 其實在大陸看到這邊 其實大陸他相關代言的 就是一些 食品方面的廣告 其實蠻多的 那我們其實很期待 就是說 其實在台灣像有 這麼有質感的廣告 我們希望他可以 就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是可以多拍幾支 然後讓我們歌迷平常 就是可以常常看到他 那 我覺得很感動 很感動 我覺得 你看就是一個 喜歡聽你跟 你看他收集的 大家比他家裡自己的媽媽東西 都收集了 你覺得 尤其那些 剪貼 他就是每天 而且你在大陸 拍的廣告 他這個一定要想辦法去弄到的 好厲害 那實際是食物啊 他可以忍的口不吃 好厲害 是我早就把他吃掉 而且 你看他 所有的這個這個 我真的覺得有的時候 你說唱歌是自己很喜歡的一件事情 當你如果唱到別人 會這樣子對你 其實心中是真的很很感動 因為一個人為你做這麼多的事情 然後這樣收集起來 通常都是我們爸爸媽媽幫我們 就是他愛你那種程度是 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那所以呢 我覺得我做的一切 我也是希望讓我的歌迷感受到 我非常非常愛他們 所以其實在專輯有特別寫了 這一首歌 我覺得那個歌詞是寫的很明顯 就是寫給他們的 因為很多的這些 這些印象回憶就是 在機場的時候 在機場呢 他們每次都會送我飛機 然後每次都是 我都說 他們一定要做功課 就是要寫信給我 然後寫信 因為我跑通告 我沒時間跟他們講話 我想知道他們現在做什麼 心事啊 有什麼心事想跟我分享 我可以幫助他們一些什麼 那或者一些心得 所以他們每次都會寫功課 那有時候他們就寫的 就是這麼短暫 寫很多話想跟我說 親自跟我說 可是都沒辦法 也在想 Coco到底有沒有在想我們 所以我在寫歌的時候 我說我一定要有一首歌是送給他們的 要他們永遠都記得 因為一個專輯是永久的 Forever 就算我不是 我不是歌手 他們也永遠聽到這首歌 我希望就是 他永遠都記得 他們對我有多麼的重要 不管我現在在 世界上哪一個角落 永遠都是想著他們 一張然後到這裡 其實說到 他收集了很多你 最早最早的時候 其實讓我也想到說 其實剛到台灣來做宣傳的時候 真的很辛苦 我那天看了一些 照著報道說你坐火車啊 什麼啊 剛開始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我想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哇 Coco很紅 其實都沒有想到說 真正很多的藝人 當他紅的那天 絕非一夜成名 對 就是很多長夜 很多 非常多 都很辛苦的啊 我覺得現在可能比較幸福 控制體重啊 對 會 其實現在的歌手比較幸福一些 那可是以前呢 再加上我是一個小公司開始的 那這個公司好像主要就是我一個歌手在發專輯 所以我是一年發了三張個人專輯 很多張合集 多到我都數不清了 那然後還開演唱會啊 然後就是做很多校園演唱會 就算生病也不能停 所以那段時間真的是很辛苦 可是因為這是我第一份工作 一開始就是這樣子 我以為就是應該這樣子的 我不會說苦啊 說苦 我不會說苦 我就覺得就是就是這樣子的 我一定要有這個勇氣 我一定要夠夠強夠硬 撐下去 我不能讓人家看到我軟弱的一面 這可能是你媽媽啊 從基因上面就給你們 對 不要 不要在任何苦的時候顯示出我們很苦的樣子 雖然苦是在我們的心裡面 所以這也讓我想到你在北京演唱會的時候 我幾乎都站不起來 對 好慘喔 你想那個演唱會 其實啊 我們正常人如果很舒服的態 就是我們一個人 如果就算我們身體非常非常好 只要穿上Coco的高跟鞋 站在上面我們大概幾分鐘啊 再轉幾圈我們就快昏倒了 可是你真的就是可以 就撐了 就撐下去啊 其實當然那一天狀況不是最佳 那而且我是那種要求完美的 不是最佳的時候就不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 可是剛好主辦單位 呃 給我們一些麻煩 所以就變成就算你有多麼的 呃 是 病啊 或者就是 you know 因為我是受傷了 他才不管啊 他就是那一天你一定要傷 就 所以我就是撐著 咬著 咬著牙齒 痛也是要照著上去啊 我是跳到一半抽筋 你知道啊 我記得我換我滴答滴之前 我在下面換換換換 換到那邊 啊 抽筋 很痛 我這樣 哎 怎麼辦 怎麼這樣 呃 這是我第一次就是表演的時候抽筋 抽筋 oh my god oh my god 他們 大家在按摩我的腳 是 可是我要上去了 我上去了 OK 上去了 上去了 還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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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在唱 啊 有可以了 是的 我覺得很多可能都是這個 意志力 對 意志力 意志力 對 還有一次說到意志力 真的有時候呢 這個意志力是很厲害的事情 嗯 就是在我這個英文專輯發行 第一章 我呢 被人家的那個 Flu感染了 嗯 那叫什麼 感冒 流行性感冒 是最糟的那種 就是全身痠痛 痠痛 起不來 走路都是彎子 藥房走的 然後呢 我怎麼唱啊 我待會是要唱 半個小時的歌耶 然後又要跳 又要 然後之後呢 我記得 那時候是我的化妝師 跟髮型師 我是躺著化妝的 躺著 這樣子 他畫畫畫 頭髮呢是 睡一邊 他弄了 睡這邊 他弄這邊 然後呢 還剩半個小時 我的經紀人說 到底要不要做 你告訴我 因為 樓下有200個 不同國家的媒體 你告訴我要不要做 我說 Don't worry 我行的啦 我行的啦 然後之後呢 要下去的五分鐘之前 我說你們給我 等一下 我跪著 我求上天 我說你就給我這一次吧 你就給我這一次 讓我 好好去表演 我不能丟我全公司的臉 OK 然後之後呢 過幾分鐘之後呢 開始冒汗 整個人就開始冒汗 就從那個床啊 彈起來 哎 I'm ready OK Let's go 每個人都 哎 怎麼了 鬼上身啊 怎麼了 很奇怪 然後我走下去了 就開始 跳 You want my love 跳完之後呢 整個表演完了之後 我整個垮了 垮了 他們要把我 抬上去 樓上這樣 抬回去這個房間 然後就想到這個 意志力 是非常強的 有的時候就是 一股勁啊 腎上腺素 一上來這樣子 對對 姐姐有沒有就這樣哭了 大家都嚇一跳 真嚇一跳 對 我唱 我記得那一天表演 他這樣 SUPER 不停的冒汗 流汗流得不得了耶 可是我就很感謝上天 他就是給我 那一次這樣的一個表演 就讓我這樣 表演下去 所以Bruce的出現 剩下你的意志力 老天給我一個 怎麼求這麼久才現在出現啊 老天給我一個好男人 哈哈哈 再給我一個沒有 哈哈哈 開玩笑 其實我 我在想說 我 其實蠻開心說 Coco這次 有了自己的專輯 這個當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說 女人可能下半輩子是 很重要的是有一個 一個半 是不是他 不曉得 不過 31歲可能是一個關卡 啊就是31歲的時候 他會不會再給我們一個 驚喜 33歲的時候 他那時候告訴我 我希望有一個小孩 我也不知道 會不會 在那個按照他的 schedule在那裡 對我schedule有點 delay了 有點 跟我平常 每天都一樣 delay 奇怪了 你們將三姐妹到 你最小嗎 我最小 我是baby 所以你也不能先撿嘛 對不對 其實也沒有想 我真的覺得兩個人在一起 不一定要結婚的 開心就行了 你的說話有改變喔 對 又變了 沒關係 再過一年可能又變了 真的沒有 不過真的很開心 這個 三年之後訪問Coco 看到他這個 愛情洋溢的臉上 然後作品完成 然後 身材依舊 然後 你現在還需要 這次 吃東西要小心嗎 因為太忙 我太忙沒辦法吃東西 我想吃都吃不了 所以現在比較不需要 那麼的 現在其實比較瘦一些 就是因為通告很滿 那時間去運動也沒辦法 那可是我覺得 我蠻建議就是瑜伽 我覺得瑜伽是一個 滿好的瑜伽 你做瑜伽嗎 我開始在學瑜伽 我覺得滿好的 你在做瑜伽 你的臀部可能會翹到 不要什麼地方 我以前很怕瑜伽 因為我對它是錯覺 好像那個 腿要提到頭上 對對對 很奇怪 那可是我現在 真的去了解之後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 尤其是藝人 因為我們這麼繁忙 然後它是 在做瑜伽的時候 是讓你有peace 那叫什麼 心 安靜 很平和的感覺 對 真的我們是學瑜伽的 很平靜的 對 就是很專心的 然後在做 Meditation 非常需要 對 所以難怪越來越美 哎呦 謝謝 恭喜 恭喜 謝謝小燕 有好消息 早點告訴我們 一定會的 一定會的小燕 OK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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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